我們所長 黃熊所長 還有各位委員長 大家好 高興今天這是我們兩天會議的倒數第二個Session 第九個Session 我們談到的是一個在預防醫學很重要的主題 當然會比較是在方法學跟Model的方式去談 我們談到的是在Discriminating and Surveillance 這一個Session有四位講者 都是在這方面相當有理言 有很有實務經驗的 首先我要介紹我們的第一位講者 第一位講者我想大家應該對他都不太陌生 他目前是台大公共衛生學院的副院長 陳秀希 陳教授 陳教授他本身是Cambridge 在統計的Union 特別是在Material Research Council 裡面得到他的博士學位 他回國之後大概致力與相當多的在急進篩檢 特別是台灣癌症栽檢 像我們的四海栽檢 國民健康署的很多的這種策略裡面都可以看到陳教授的身影 他提供很好的建議 他也跟法國的這個Catoscreen Group 還有IARC都有很多的國際的合作 所以今天他要來跟我們談到的一個關於 在這個Stochastic Process 4Discreening and Surveillance 裡面的一些 他這幾年的一些經驗跟他的看法 所以讓我們以這類掌聲來歡迎誰就去陳教授 陳教授的這個介紹 一個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受國員的邀請來參與這個 有關於這個Data的這個會議 那我這個Session最主要是跟大家講 就是說這幾年台灣因為也做了很多的這個篩檢 跟全世界的這個國際的篩檢結果 那我今天最主要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說目前在這個領域裡面怎麼樣 還有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以及為什麼我們需要這個Stochastic Process 來幫忙大家 所以很簡單跟大家做一個解決 那我也順便會等一下三位講者做一下 organize 說今天我們這個Session 想要跟大家傳達一些信息 好 那這個大概就是我今天的這個online 最主要是想要跟大家講一下就是說 今天的這個Skinning在Global Health這個領域裡面 大家慢慢覺得其實跟有一個決策分析呢 有關係的就是我們的這個成本效益分析 以及這個所謂的Pelcyc economical disease model 而這一塊在目前來講的整個而言 在全世界的蓬勃在發展 因為這個對整個衛生決策上面 有很重要的立竿建議的這種 它的這個效應存在 那第二個最主要是跟大家講就是說 不管是哪個領域包括Screening來 現在所有的prevention model 都慢慢從evidence-based 要邁入personalized的prevention model 那我用一個古牌的例子 講給大家聽 然後第三個就主要介紹 目前在這個領域裡面 會有一些信心的問題 也因應信心的Screening的這個公計的出現 會有一些好的application出來 那最後就是跟大家講一下今天 接下來他們要講的這個 三個這個主題的一個 一些新的問題 好 那首先我跟大家 先用Breast Cancer做一個 很簡單的overview就是說 過去在1970年代 在這個evidence-based裡面 以Screening為例來講 Breast Cancer是最好的例子 就是大家都start from所謂的這個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然後做完之後 慢慢的這個邁入 這個Service Screening的這樣的一個partner 那最有名的例子當然就是 國際間當然是歐蓬的國家裡面 對點的國家做的最多 那這樣的一個model 在Service Screening的這個領域裡面 一直被拿來做這個classical title 不過各位也知道 隨著大數據資料的來臨 這些傳統的這些思維 所以恐怕都受到很大的挑戰 各位其中一個例子就是說 你看這些randomized control trial也好 或這些Service Screening的這樣的一個做法也好 都要waiting for long time of follow up 那對於一個在急速發展的國家中間 大家的需求事實上是不太滿足 那臺灣在這個地方當然也是一樣就是說 跟著國際的潮流在做 當然臺灣在Bless Cancer Screening也是一樣 在過去這個包括邱教授 他們也都有幫忙的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大家努力的把這些大資料庫把它形成 那做了一些也做了一些以來的危險 然後也覺得這個 他的這個model 事實上可以下降死亡率 那這個都是我們在臺灣 常常在WHOR或潛伊瑪的這個會議 常常去跟前世言講 臺灣在這一方面 確實是有認證在做的 但是如同我跟大家講就是說 不管怎麼樣 這些東西少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DCC making 在based on這些evidence based上 不管是時效性銀行不看 不管他的這個mechanical 或者是不管他的這個 特別是經濟面 那現在有一個比較 比較需要做一些所謂的這個 特別是health care economic disease model 但不一定是這樣 那只是剛好這個 這個health economic disease model 可以爬來當例子 那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出來說 在我們的這個例子裡面 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就是說 它需要各位經常現在在 很多的這個聽到的所謂的這個 mechanical analysis 以及整個統合科學等等的這些基礎之下 去結合這個所謂的這個 我們這樣的一個過程中間 把我們的經濟的分析放進去 然後去做我們所謂的成本效益分析 那我今天最主要講就是說 那沒有很多時間跟大家談這個事情 是因為 在做很多的成本效益分析的過程中 也各位可以看到 學術界也面臨很多的問題 在方法學也好 或者是在interpretation也好 這些東西呢 事實上少了統計的這個 成分裡面的這樣的一個注入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所以大家要講說這一塊 我們逐漸來講被重視 那我簡單記幾個例子 因為這例子其實非常多 各位如果上網去看 目前對於這種 economical decision model的東西 其實真的是 如以後春神一直在增加 那這是我們台灣的paper 也就是說我們利用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stochastic model去model RCT所不能夠 做believe state的這個複雜的 從medical transmission 到horylonal transmission 到carrier之後的recalorie 一直微型癌 carrier之後 到肝癌的pronosis 這麼複雜的過程中間 利用一個stochastic model的東西 把這個乘數完之後 然後把它寫入我們今天的 所謂的這個decycine tree的analysis 然後讓它最後可以產生這個 所謂的這個成本效益的結果 那像這個例子就是 我們常常在全世界去宣導給大家看的 就是剛才這個防治 雖然我們國家沒有做RCT的trial 但是經過這樣分析之後 我們發現它是符合在我們的 這個成本效益分析裡面 所謂的第四象限的cost saving 那麼不管今天在這個參數之間的不確定性 普通我們在講大資料庫的這種 所謂的這個variety的這樣的一個想法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它其實大部分的這個點 都還是落在第四象限制的位置 那表示這個政策 不管從health care 或者是scity rule point 那麼都是相當 所以你看到最後的第四象限制 它的propriate being cost effective 幾乎是100% 那麼這個例子就引發了大家 在很多的例子裡面 給大家一個想法 就是說 那如果今天它是落在第一象限 如果它的stratial hold不一樣 如果它的參數不確定一樣 如果我們只用過去的best case analyzed deterministic model 常常造成很多的底細心making 上面的一些錯誤的決定 那這也是今天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善用我們的stratial process 以及統計的技巧來克服這個問題 那麼對於不確定性問題 在幫忙上是很大的 所以這是第一個part 我跟大家很快的go over 那這些例子也引入了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當Evidence Ace被滿足 當經濟的model被adopted了之後 那人民開始 我們政府也是一樣 就是一直在想說 我們有沒有更往前 可以person or personal來的事情 instead or只是在強調我們的 平均的這樣的一個 的這樣的一個 使用力的下降 或者是說所謂的這個 下降 那這是我 我們最近我們的團隊 以及跨校的團隊中間 大家合作出來 所pick up的一個 breast cancer的 personalized的一個map 這中間包括 這個primary相關的一些prevention的 相關的factor 以及image為主的這樣的一個想法 以及molecular type的 這樣的一個的應用 那引導到各位都知道 現在目前這些 Jineco mark也好 Jineco mark也好 已經導入 大家做exos 做這個所謂的CTC 那這些東西 如何去蓋著這些塑料品 或者是這些 隨著分配音神 能夠去導入personal medicine 那這是一個map 那這個map 事實上是一個非常非常完整的一個map 來develop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這個law 那這中間呢 它最需要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限購 因為在每個地方過程中間 會因為你的介入 以及早期發現 會因為你的早期發現 然後創造很多body state 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幾個例子 是你創造的 所謂的不能觀察的 所謂的hidden state 這樣的state 然後呢 這時候你在利用 包括教教授他們在做的這個 Jine的這些 carrier information sneak 等等這些 灌入 在不同state裡面 發展initiated跟promotor 去形成多階段的這個re-assessment model 然後呢 乳癌更是重要就是說 除了前段跟中段的這個早期發現 對後段的這些治療液法 善用我們的momobile appearance的profile 以及monicular type 可以可以看到 它的pronosis 從最危險的到最高危險性 那可以看到 台灣在這兩期 慢慢大家也都在增加 architecture social and casting type 那麼這樣的東西呢 導入之後 很快的 可以讓我們做一個personalize 來選擇不同risk group的人 他開始篩檢的聯益 以及篩檢間隔不一樣 以及使用的工具 開始會思考 會是一個不一樣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這些包括 有些時候會搭配阿雙上啊 或搭配MI啊 甚至以tomo success 這些東西來做我們所謂的這個guide 然後這時候我們再把我們的經濟領域引進來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 比如說一個non-carrier 但我們也有做carrier 那是時間關係 我們show non-carrier給大家看 就是說各位可以看到 當我們願意給付的資格 業高的時候 比如說某一個國家 它是在兩個GDP裡面的這樣的經濟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們能夠接受的這個policy 從很貴的annual到這個兩年賽事 以及這個三年賽事 那我們如果發展personalize 我們的線是在這一條 它實際上來講就是說 它會re-space的東西 會是一個參考點 那這個我想就是說 也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這樣的東西就會形成完善 那第三個part就是說 不期間呢 因為screening的薪取 那對於insurance的公司有些時候 或者是甚至於對於很多的 national insurance的program 常常會mask很多很奇怪的問題 包括它會想說 塞一個人如果得到一個cancer 我們平均要塞多少次 那或者是說一個人塞了很多次之後 如果他都negative 他是不是就不要塞了 那像這個東西都是我們今天在手片上面的應用 就是說利用一個clution-active binominal 分別這種model的建構 那可以回答 以這個芬蘭的 breast cancer來講 我們也幫他model 2.77 樣的平均 然後50歲開始 八個run之後 大概就不用塞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問題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然後我們有些時候 更可以把這個model擴展到 把整個model 把他的queue的process 以及他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compliance 或waiting time的部分 利用cortion-based type的部分 再結合deleted initial issues 可以整個創聯在一起去討論 不同coverage rate 以及不同compliance情況之下 它的效益從低到高 從低到高 那這些都是RCT沒有辦法回答的問題 所以在前面我跟大家講就是說 在現在目前為止 不可能一天到晚都做RCT 來回答這些問題 那有些時候 有新興的問題 像台灣現在做這個 Facal Epo blood test 所帶來這個 所謂的這個 這個Facal的這個 Hepoglobin的濃度 那它是一個 Dost-Diskbox的bio marker 這個bio marker其實非常好 可以預測CRC的發生死亡 那有一次我們利用 你看我們利用Sto-Case裡面的 所謂的認真過裡面的賭場 賭破產 就Cancer也好 Denoma也好 Defense-Not-Defense 正常要走多少步 破產的機率最後是多少 機率越高 那麼危險性就越高 那這個Cancer 它要走的步數 大概是這麼多天 那這些東西都可以提供做監視系統 很重要的一個 新興的這些Market 那最後我跟大家講 就是說因為時間也很有限 就是說今天我們的 接下來的三個Talk 就是說 Sto-Case帶來有很多的 我們沒有辦法 現在的問題 包括Over Diagnosis 人家也明明 明明方老師會跟大家講這個 還有我們就是 我們在每個Market 要來天底擺這些Market 那我們這些衣服 我們以前尤其是會 減少很貴的這個BioMark 我們要怎麼解決 以及我們遇到傳染病 新興傳染病 我們要怎麼去 來做這件事情 那其中幾個例子來講 你看 一個Over Diagnosis 沒有校正跟那麼多的校正 它的Survival的差異 那這些東西 會讓大家入到好像是 去冷冷的功效 但是或者是Swinging的功效 事實上 有些時候並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 我想就是說 給大家做一個 好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 Sampling Denied 如何在不同的Market State 去發展這個 Sampling Denied 是Market State Outcome 那特別適合 如果你BioMarket 很貴的時候 你怎麼樣能夠做好 Sampling Denied 等一下洗成一下醫師 會跟大家做一個簡介 好 再來就是新興傳染病 如何利用Comparter Model來做 它的這個 Outbreak的阿力醫師的估計 等一下這個 賴照醫師 也會跟大家做一個 這樣的一個解釋 好 這是最後一張Slide 跟大家共享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跟大家講 就是說 對於我們Swinging在方法學 左邊就是我們的Metal Dollar 從不同的 泰北的Stockage Process 我們都在發展 去用有效的Sampling方法 調整Metal L等等 發展Personalize 去Apply在Chronical Deletes 跟Infectious Deletes 的所謂的這個 它的三段之間的應用 那我想就是我們未來 如果有機會 能夠跟大家來繼續共享 然後最後也謝謝 國務院給我們這個機會 我們的團隊有機會 也跟大家跟邱教授在這邊共享 我們的成果 那這也是跨校 這是我跟邱教授 我們就栽培年輕人跨校 待會可以看到就是說像 林芳老師是我們唯一 這個很好的老師 好 我想我簡短的用20分鐘 跟大家警戒一下 我們Stockage 在幫助Swinging的這個應用方便 謝謝大家